第二个呢是胸怀 我觉得胸怀是一个领导者 就是一个创业者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你能够宰相肚立能参称传啊 宰相的胸怀要很大 男人的胸怀是被冤枉称大的 我觉得天天有人冤枉我的 妈妈你能够天天跟人家去吵架 有时间吵架就没时间干活了 所以胸怀就是冤枉多了以后 反正再多不愁 色多不眼 怎么弄都无所谓了 对吧 但是你自己要让万马奔腾在你这里 我觉得我们公司有意思 现在有八千多名员工 但是绝大部分的员工呢 我们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七岁 都是很聪明的人 聪明的人一起干活是一种痛苦的事情 你跟一批傻瓜干活很容易排队上厕所吃饭一起去 他们都听了 但是跟一批聪明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人 怎么去跟他们共事 尤其是年轻人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我觉得公司里面 我们的公司就像个动物园一样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各种各样的动物 有的人是一分钟可以讲好多话 有的人是五天不讲一句话 我们有个技术人员 你问他一个问题他不理你 那时候我们创一个房间 总共一个房间 你问了一个问题 他你要不理我 自己在弄 然后五个小时你要忘掉 他突然说你刚才是这个意思 你要忘了刚才问了他什么问题 所以各种各样动物都有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的公司是个动物园 是个zoo is much better than a farm 对不对 如果你的人都是一样的 那就麻烦大了 所有的人都是一样 那是养植场 对不对 那你不需要这样 那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团队 什么叫做团队的合作 我觉得中国历来以来 希望的团队是刘光章的团队 刘备关公张飞 哎呀这团队太好了 我呢 没有这个希望 千年等一会儿的团队那是 对吧 一千年才会出这么一个团队 这个又要忠诚又要武功高 而上次天下了 下次天上知道一半 地下全知道那个诸葛亮 拿去找这样的人 对吧 我觉得这天下 中国有一个最好的团队 我是最欣赏 就是唐僧团队 因为你去想想看 唐僧这样的领导 唐僧这样的领导 你说没有魅力 他真没有魅力 他反正就知道 但是他使命感很强 我就取机 你别给我下车 对不对 取机 他的毅力 就是使命感非常之强 价德观佛家也非常之强 反正我觉得这样的领导 你们很多单位里面 每个人边上看看 一定有这样的领导 领导不一定要像我们这样 抗慨讲 煽动性很强 他就我就 反正我就在那儿 对吧 这个领导 第二个孙悟空这样的人 孙悟空这样的人 优点和明确 缺点也非常明显 对不对 都是孙悟空这个经验 没法取了 但是呢 这样的人 你们看看边上都有孙悟空 领导有的时候 喜欢也这些人 讨厌也是这样的人 但这些人 刚好是也很有种 还有一个是猪八戒 对吧 猪八戒其实很幽默 他价值观其实不错 对不对 团队里面都好吃 懒做 你去看看边上 一定有这样的一些人的 你仔细看看对不对 还有一种是沙和尚 沙和尚是最多的 反正你也别跟我讲伟大理想 我八小时上班 早上到晚上走 对不对 我签马 我挑蛋 所以你其他 别跟我讲乘 对不对 我就干这个活 诶 沙和尚 但是正因为这四个人合在一起 九九八十一个磨难 取得真金 所以一个公司任务是 你不要寄希望 哎呀 人都很厉害 每个人都有缺点 不管他是谁 我感谢我的团队是 我坚信一点 作为领导 我的员工容领我 远远超过我容领他们 因为我毕竟是老板 我老大 我说这样就这样 最后他还得听我这样 不管他同意不同意 对不对 所以他的胸怀要比我更大 所以我是感谢这一批人 对不对